我现在给大家讲解释基于DFWP的投资行为的发向分析 现在我开始讲一下这个一个研究进场和一个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是最后在金融的股票交易领域当前实际上有隐私的考虑 大多数情况只知道或者激动用户交易的行为活动 但是并没有给出更多的数据 这使得对这块领域的数据挖掘就比较困难 在股票或者期货交易市场中用户的行为会导致市场的一个波动 但是用户的行为取决于用户自身对市场行情的一个主观认知 在我们对用户发向进行预测或者分类的时候 网会出现不一致不完整和不净确的情况 此时我们需要引入DFWP基于用户行为的数据进行数据挖掘 把用户认知结合客观的事实性的内容加以分析 这些用户的认知DFWP的相关图谱进行补全 为下一步的用户发向和数据挖掘做好一个基础 目前来讲我们当前研究的是一个上游的一个任务 就是基于数据信息的不完整的用户行为 进行DFWP的建模分析 然后利用主客观的那种补全用户的DFWP图谱 这是本次一个研究重点 后续的话 今后可能会做一个就是 基于当前补全的图谱 我们会进行一个特征的一个提取 进行一个下游任务的一个图分类 或者是一个图一侧的一个用户发向的一个分类任务 目前今天会有一个简单的案例 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金融新闻 比如说今天西国的安全部门 就S公司让用户饮食进行广告提送为由开展调查 对于这个新闻来说 我们假设有两种类型的投资者 那么投资者A 他会持续关注S公司的一个股票行情 并适当的买入较低价的S公司的股票 投资者B 对于他来说 他就也是关注S公司的一个股票行情 但是他是尽快的卖出S公司的股票 那么这两个投资者的一个行为 对于一个操作结果来说 他们是相反的 是什么情况导致他们进行一个不一样的操作 我们接下来就是 有个问题就是 基于上述案例 分析收持有S公司股票的投资者A和投资者B的用户发向 基于不一致不完整不几确的数据和信息过净除他们的DFWP图 而针对不完整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和意图进行交互利用组绘观 综合计算进行相互之间的一个补权 这是我们目前的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就第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客观内容 一个案例而言 我们进行一个DFWP图谱的一个映射 是这样的一个图谱 就是说我们基于一个语义的一个分析法则 就是我们将数据和信息把它拆下来 然后但是我们数据和信息 它本本就有一定的一个语义上下文的一个关联性 但是信息和信息的潜移是居于一个偏序的一个关系 就是可能会存在一个时序性与以序性 甚至是一个包含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一个语义本去把它拆解出来 然后 然后这是要从内容我们提起出来 这个意图就是Bus代表了就是说 S公司会滥用用户的隐私 酷许的话是代表S公司它会推送广告的这个意图 Investigate的话代表的是 安全部门针对S公司进行一个调查的一个意图 这是举一个客观的一个意图 那么我们知识的话会产生一个这样一个知识 就是说S公司 它的这个行为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这里我们从客观内容可能是不一定知道 因为这个这个需要根据调查结果 我们才知道它这个行为是不是合法 或者是也没有发生 然后那么 那么基于这个内容的一个智慧是 安全部门去调查S公司的这个行为 是不是合法的 或是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我们也需要 我们也是不知道的这个一个事实 我们只知道这个新闻确实发生了 然后基于一个主观的一个DKW图谱的一个 这一个印射就是说 投资者他是关注S公司的股票行情 他看到这个新闻 他会关注S公司的股票行情 适当的买入较低价的S公司的股票 那么它可能是一个挂盘买入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这里 我们也是基于他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操作日志 或者是一个股市场行情的一个行为 来进行一个DKWP的一个印射 就是说 他就是说他的一个市场行情是属于 他是关注他的S公司的一个市场行情 然后他会适当的以低价格买出他的S公司的一个股票 那么从这里面我们发现了 他有两个基本的意图 就是关注和购买 但是是什么一个意图驱使他导致一个购买的行为 这个我们从从这里的一个行为可能是分析不出来 那我们我们基于认知去考虑的话 他可能会出现一个逐利的情况 毕竟当投资者进入一个市场进行一个投资 本质上他还是有一个逐利的一个行为 但是他是由他的一个认知知识图 加上这个逐利的一个行为驱动 导致了他进行了一个购买的操作 那么这个认知识图我们是不知道的 同时这个智慧也是 就是智慧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去 让他进行了这样一个购买的一个操作 我们这边就是需要去分析才能得到 然后基于投资者B来说 前面这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是快速的去售出S公司的一个股票 这里一个行为也是和A一样 就是他如果是有个主力的一个意图 那么这个意图加上这个知识一个认知知识图 导致他进行一个股票的一个 售出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 加上这个意图驱动导致他的一个售出的这个行为 我们的那个知识图我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 所以说 这里 这里签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行为 让他快速的售出S公司的一个股票 其实我们需要引入就是主客观的一个结合 还有一个外部知识的一个的一个延伸 就是说我们为了补兴两种投资者的一个认知图 我们引入一个外部知识 就是说 知识X是当一个公司或某个业务的受负面影响是 他的营收在短期内可能会下降 然后我们可以形式化表达为KNG-OUT-E 这里就代表了就是说 一个公司的业务 他受到一个负面影响 会导致他的一个短期的一个 这个公司的一个收益下降 然后知识Y是有元件的投资者看重长期价值 那么我们据形式化表示就是有元件的投资者 他们更看重一个长期的价值 那么自引入这两条知识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形式化的演算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 知识规则就是我们假设这一个 就是对于这个驱逐利益的一个意图 引入 而再加上一个刚刚 你这个一个知识Y 我们就可以得出 啊 基于他一个新的知识普普的一个知识规则 加上一个他的购买 他A的一个购买股票的一个意图 B也是一样 就是外部知识引入 加上一个逐利的意图可以知道他有一个 呃 他有一个新的知识普 加上一个售出的这个意图 那么 据这个知识图 我们需要举一个主客观的一个 的一个互相补权才能知道他 是举一个什么样的知识规则的表示 去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啊 这是举一个新数据信息不完整的一个补权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 呃 对于A来说 A来说的话 那么 他 我们知道一个 呃 A引入 利用了一个引入 就是说呃 有远见的投资者 他是跟看众取股票的 他那个一个强积价值 当然这个调查 调查对于A来讲 无论结果如何 那么 他只是 A可能会认为他只是一个短期内的波动 并不会影响他 这个当前持有股票的一个长期价值 所以说他是 为了追求一个利益 他是购买一个 适当的购买一个 叫叫低价格的一个股票 所以说他这里的一个知识图不就是说 当前这个调查的这个信息引到这里来 造成 造成一个长期的影响是不会造成一个长期的影响的 对他的一个长期的投资价值来说是不会造成一个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 无论调查结果如何 甚至是这个事情无论是怎么样的 对于A来说他是不重要的 所以说no matter what就是一个 对于A来说他认为这个东西是对F是不重要的 当我们看过来B就是说 B在一个逐一的一个意图去动下 就是他生成了这样一个知识规则 并且是售卖的这个当前的这个股 持有的一个股票 那么他B会认为就是 耐用客户隐私这个行为是可能是很重的 并且他会损害其公司的一个价值 然后也会导致他的一个短期利益受损 那么我们 我们就会他我们就会知道 据A对于一个客观事实的补权来说 他是属于一个违法行为 那么那么 那么如果这个安全部门调查的事实 确实是一个违法行为官 那么会导致他手中的股票贬值 那么他可能会认为 这个行为会导致他遭受损失 所以说他要尽可能的去收除当前的一个股票 要避免股票贬值或是公司价值变得更厉害 这是他们同样是举于一个主力 但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表征 这就是一个 案例上的一个知识图和补权 后续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将补权的信息进行一个差异化去算 为什么要进行一个差异化去算 首先是要减少他一个 进行就减少一个特征的一个维度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 搜索的一个复杂度 因为你 你相同同构的图 我们是可以看成一个节点的 这个网络吐论应该是有说过 就是相同结构图是可以看成一个节点 那么如果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节点 或一个共同的路径 我们就可以把它舍下来 或者看成一个节点 这样换成一个搜索时间 所以说我们后续的工作就是说 将来的一个认识 进行一个相关联 进行一个除差异计算 得出各自完整的BKWP的差异图 作为完整的用户特征 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是后续 我们把这个图补完之后 得到了不同用户特征 或一个不同的一个图路径 那么对于后续的一个分类 是一个具有很大帮助 毕竟我们是给予一个 就一个从一个不完整 到一个完整的行为 那么对于后续的一个 对于后续的一个分类 或是一个预测来说 是提供一个很大的帮助 就以后续的一个研究 继续 举这个工作来继续证学能力 目前的进度就是这样子